WelDon So CAD 哈囉 歡迎來到野菜塗塗 我是Ruby 我是小頰 今天呢 要做的是 不用油炸的 乾編四季豆 那開始之前呢 記得幫我們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喔 乾編四季豆呢 在外面一般都是吃到油炸的居多 但是我們今天不用油炸的方式 這樣不只健康 而且一樣很好吃喔 那我們今天要準備的食材有 絲季豆、豆干、老薑、菜脯、大辣椒 那我們就開始囉 先把菜脯泡熱水 泡5-10分鐘去除它的鹹味 絲季豆去纖維切成段狀 再來將豆干切成小丁狀 老薑切成末狀 大辣椒切成片狀 大辣椒切成片狀 都準備好之後我們取一個炒鍋 不用加油,直接放入絲季豆 乾煸至微微焦黃色後取出 再來原鍋倒入適量的香油 放入泡好後擠乾的菜脯 將它炒至焦黃 再放入豆干跟薑末 煸到金黃色 然後再放入葡萄 煸到冰果 放入澱粉 倒入醬油膏 胡椒粉 糖 炒至酸油膏 胡椒粉 炒至少許煮是 胡椒粉 炒香後倒入水 大火煮滾至稍微收汁 最後幫你吃雞肉跟大辣椒 一起快速拌炒 至完成收乾就可以起鍋啦 好了 又到我們最後一幕的時刻啦 嗯 單邊吃雞豆 它就是一道下飯菜 便當菜 下飯菜 好好吃喔 我真的很喜歡吃四季豆 我跟你講這真的證明了 不用過油也可以這麼好吃 嗯 它過油比較快啊 因為外面餐廳他們就是要講究速度 所以一定過油 但如果自己在家裡很鹹 不是很鹹啦 就是時間比較多的時候 時間比較多的話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嗯 我們剛剛還有想到啊 如果你家有氣炸鍋 或是烤箱的話也可以 就把它丟下去鋪平 然後我覺得氣炸鍋會比較好 烤箱可能就只有上下兩面這樣 氣炸鍋比較好 氣炸的過程當中你就可以開始煸豆干 然後煸什麼東西 薑 還有什麼 菜脯 你剛才講到菜脯 我又咬到菜脯 同時喔 很香對不對 好香喔 而且你會有個錯覺 有一個好像有蝦米的味道 你有覺得嗎 嗯 真的耶 對啊 就有一個錯覺 因為可能過去在吃荷的時候 你會把菜脯跟蝦米 那些東西會連結在一起 對 這樣吃好好吃喔 再加那個豆干 燒盤耶 馬上 可是有一點啊 我在裡面吃 有吃到一些比較老的 今天是我去買菜的 我有問那個老闆說要怎麼挑四季豆 他說就是要挑那種 比較細的 然後壓起來很紮實的 有一些是比較蓬蓬的 他說那種就是比較老的 蓬蓬然後裡面空空的感覺 就他不是紮實硬的那種 蘿蔔乾我覺得真的是畫龍點心 蘿蔔乾在裡面很棒耶 老實說我只是要想要代替豬肉末的那種感覺 但是沒想到他在裡面 香氣更加分 他反而又多了一個 很棒的香氣出來 蘿蔔乾真的是裡面一個靈魂 原本這道菜是 葷菜裡面是沒有蘿蔔乾的 加蘿蔔乾之後 哇喔 還更好吃呢 真的好吃 好啦 清空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這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訂閱還有開小鈴鐺喔 不要忘記追蹤我們的Facebook 還有IG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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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喝湯了 掰掰